Hello 大家好 我是飘雪 今天中午我准备炸一个那个酥肉 就是五花肉炸的那个酥肉 炸酥肉呢 主要一开始就是先把五花肉切片 切了片之后 然后放一点盐 稍微腌制大概一个小时 腌制一个小时 然后再来调那个酱糊 那里面主要是什么 就是那个 我们这边都用那个地瓜粉 我不知道地瓜粉也可以 生粉也可以 大概生粉的比例就是 五条根生粉放一条根的面粉就可以了 主要以生粉 面粉放一点点 然后我现在已经调成糊 把那个调成糊放一点 放一点油 里面加一点盐 然后就可以了 调成糊 现在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开始炸了 我那个肉已经 之前我已经把这个五花肉 这五花肉啊 这五花肉都切好腌好了 然后面糊也打好了 然后这个是面糊 已经打好了刚才 现在准备开炸 然后把这个五花肉调到这个面糊里面 把手洗的 用手啊 直接下手 用手啊 直接下手 这个说一下就会了 差不多就这样 这个说一下就会了 差不多就这样 嗯 哎呀 哎呀 黏在一起 抱得这么紧干啥呢 应该不会下雨吧 天气预报是有雨 写着到它下不下 不下 你晒在外面 妈 等下说不定 说下就下了 你晒在外面 你晒在外面 哇 这个颜色 太好看了 这个鱼肉 好燙燙 先烤它 你就糊子去啊 我装上装下 睇下 docs 你们外出弓 去 你 pequeño子弄都在买 你自己弄到走吧 那你中国家怎么知道 你自己弄到 你这样 你惹人 你不得 没有 你怎么交幾块 你怎么也有 他那个鱼裹 好了 看看完畅畅的 应该不错 炸这个鹿龙菌 这个新鲜的鹿龙菌 然后用水焯一下 让它控干水分 然后这个面糊跟那个炸酥肉是一样的面糊 这个为炸锅 投一次炸 以前都炸了茶树菇 树龙菇还是投一次炸 反正都差不多可能 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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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 鱼肉 肉酥 腿盐撒一点点 然后再给它撒上点葱花 OK好了 再浇盐鹿龙菌 好吃 在我们餐馆里面 一到夏天的皮箱啊 这个坏那个坏的样子 还要照人来修天气热 因为没地方放那东西要整理掉 对 生子煮上吃够了今天炒来吃 不敢放盐呢 不敢放盐 等下尝一下够不够食 不敢放盐 姜辣蒜也会有油 生姜辣蒜小米椒也会有油 放那么多东西又是韭菜洋葱 增加大蒜呢 大蒜也没化 所以调料都放了 不是姜也没化 没化成这样 姜去腥 那这边炒菜也很香 鸡辣椒 红辣椒 那边炒菜 葱 小米辣姜片 豆豉油 然后配豆豉油 来,豆豉油 腌肉 这个也很香 好 好 好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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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放一点 我尝尝 试一下 可以 都不要放 那么大个盘子 没有盘子 那你怎么放 它要不就小小盘子 到下 这就是酒店里面的 王旭你拿来的 那是酒店里面 他拿来的